今年诺贝尔的经济学长得主给了三位经济学长得主 都是分别是斯卡古大学的Robinson 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艾萨默罗以及Johnson 他们分别都是以整个国家为什么是穷国跟富国 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来作为主要的议题 他们的模型呢得出来的答案并不是其他的因素 有些人以前认为影响国家财富的很多因素是它的地理因素 它是不是有资源等等 他们说不是 是制度 并且做了一个比较 比如说在美国的南方跟靠近墨西哥的地方 南北之间的就是一个小镇的南北却差距很大 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制度 这个制度里头呢跟那个国家 比如说墨西哥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国家 另外墨西哥本身是一个贪腐的国家 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呢 它使得它不利于创新 所以这个制度不完全是指专制或是民主 它还包括你这个国家本身呢 是否很重视经济立国 而没有所谓的贪腐 没有所谓的政商勾结 因此当你本身整个国家是一个公平的制度 是一个包容性的一个制度 是一个鼓励创新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这个国家本身它就更容易繁荣 那城市也一样 光是一个城市里头 明明一个同样的地理区域 那个南方跟北方只差一个边境 一个是被墨西哥统治的 一个是被美国所统治的 它的贪腐差距很大 并不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就是来自于制度本身 同时在这个诺贝尔金学长得出特别给他们三个人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富有国家越来越富有 贫穷国家越来越贫穷 最新的报告是全球人口超过四成是最贫穷的国家 是20多个国家 而他们的债务规模也达到了18年来的最高水准 那另外呢 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的20%呢 是倒数20%贫穷国家的30倍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这跟资本主义本身呢 你可以不断地用资本 不断地去创造财富又有另外一个关系 那因此呢 它使得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包容性 这个包容性指的不是民主言论的这种包容性 而是你对于这个国家里头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人 或是全球里头比较没有竞争力的这些国家 你怎么样的给予它包容性 尤其是国家内部 你怎么样给予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人 一定的包容性 包括对他们的支持 包括社会福利 哪怕他的在职教育等等 这是三位诺贝尔金学生 这是让得主主要的结论 为何全球各地穷国和富国如此不平等 差异如此大 这正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 土耳其裔的艾塞莫鲁 以及同事英国裔的强森与罗宾森 试图回答的大哉问 爱塞莫鲁与强森都任教育 马省理工学院 MIT校长在记者会开始前 迎接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三位学者共同志力于相关研究 超过三十载 三人中唯一并被任教于MIT的罗宾森 受聘于芝加哥大学 他分享三十二年前认识爱塞莫鲁的趣闻 三人和写了多本畅销书 包括2023年出版的《权力与进步》 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间的千年变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 缩小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是我们这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三位教授的研究发现 包容性的社会制度、法治完善 与受保障的私有财产 都是促成国家繁荣的要点 此外 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 也更可能繁荣 三位学者打破以往认为 地理与文化是决定国家贫富的概念 他们透过研究殖民历史 显示殖民者在世界各地 引入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在某些地区 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 进而促成长期经济成长 在其他地区 殖民者则建立了掠夺性制度 结果导致长期贫困 三位教授并以南北韩为例来说明 透明而具包容性的社会 更有机会繁荣茁壮 罗宾森则表示 尽管韩国经济体系环绕着大型财阀 但韩国经济一直专注于出口 并激励竞争与效率 埃塞莫鲁也指出 北韩在和南韩分裂前情况类似 但渐渐的南北两边不同的体制 导致双方经济规模差距拉大十倍以上 但中国近期在高科技业的成功 似乎挑战了几位教授的利润 美国政府可以随时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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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免 但这种仍然是困难的 然而民主大国美国虽然经济繁荣 悬殊的贫富差距在过去三十年来 却是越来越恶化 根据美国联准会的数据 2020年第一季 顶端百分之一的富豪拥有的财富 占全美比重 从1990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二十三 提高至百分之三十 而底层百分之五十的民众 拥有财富的比重 则从百分之三点五 跌至百分之二点五 The world's richest man Elon Musk could soon add another title to his roster The world's first trillionaire Informa Connect Academy says The Tesla CEO is on track to earn the position by 2027 根据卫宝美国的统计 2023年超过三千六百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 比例超过百分之十 三位诺贝尔得主的研究也发现 全球前百分之二十最富裕国家的财富 是倒数百分之二十贫穷国家的三十倍 同样也是富国财富持续扩大 穷国却只能原地踏步 甚至倒退 当国家与国家不合作 甚至国家内部都是对立的情况里头 有一个议题就被搁置叫做全球暖化 甚至所看到的是密西西比河 它是洪灾 有时候是干涸 那不管它是洪灾 还是过度的干旱 它就会导致整个船运 可能因此推高粮食的价格 而美国几乎没有在讨论这种议题 美国总统大选里头 这次完全缺席的是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 全世界也在战争里头忽略了 影响人类生存的重大议题 谢谢你收看 今天文签的事业周报 文签的事业周报 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拜拜